來 伯伯,你要說話,在家裡說就行了 要不在這裡跑兩圈才說? 你又知道我有話想跟你說 因為我有毒物的本能 我聞到有危險的氣息 你什麼時候才肯生性? 外面的人說我不懂得教兒子 這種語氣嗎?看來這次好像很嚴重 我已經想過了,我不會再縱容你 每次都是,不懂得賺錢 就應該胡亂花錢 如果你要投資到溫泉酒店 你自己要找一份工作,學會賺錢 那就是想我回國威而已 你出名的威風我也不拘 那也不要,打工的事 比做生意還熟悉 我去找永彪,告訴他你要做什麼部門 接下來是技術部 這個部門是負責品質的監管 技術研究發展 那豈不是跟生產部差不多? 以後做到沒有停手? 接著 物業部,這個部門是負責公司 所有的名下物業,收租管理,維修保養 那跟收數佬有什麼分別? 人家都會做 接著 華先生… 爸爸 怎麼了?陳博 我…廢物利用 好嗎?那些是環保紙 各位請你,真是快物利用 叫你選旺門,選成怎樣? 我選了 物業部 你剛才說物業部是… 是收中和物業管理 一聽就知道很有挑戰性 一定很忙,而且需要人走 我一於就去這裡 我被爸爸租回公司,出來喝飲料 他就行了,收個時辭吧 我的錶還有半個小時才夠五點 你是不是要教我自己的錶? 不是我不肯留在這裡 留在這裡也做不到事 你看,光管關了 冷靜點滴水,把燈油破 問公司拿錢換,又不批 不批,怎麼辦? 那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公司不批錢下來嗎? 說得好聽一點,爸爸想磨練我 說得直接一點,只是想折磨我 物業部基本上是各位集團旗下 一個非常獨立的部門 所有各位旗下的物業 包括廠房維修、保養 業權的管理,都是你們的工作範圍 而你們唯一的收益就是來自租金 而這一項收益 只不過佔公司全年的盈利很少部份 相對來說 雙方,公司也沒必要再投放資源下來 現在再加上你們兩個 開支更加要緊縮 那是不是我們幫公司賺到錢 公司就會投放多點資源給我們 華先生只是想你勤勤力力 做好自己的本分 但如果你現在想走,你也可以下班 我只不過是接華先生意思 做旅行檢查而已 你撿兩下班,怎麼會做 一個楽器 去找一個 鑑我去找一個 這個就不在意 走,怎麼覺得很沒面子 你們也有多少個? 別說了, 那你沒問吧 對了, 這個辦公室租入其滿 可以, 你替我叫榮秀峰 這個盤, 放給他買 放心吧, 洪先生 我已經約了郭威物業部的經理交訂 手續辦好之後, 那個單位就是你的 讓我好消息吧, 再見 榮小姐吧? 是呀 怎麼樣?華先生 我今天正在做正經事 沒空應酬你 有什麼事留在拜山再說吧 山水有相逢 說不定將來有機會一起拜山 你就是郭威物業部的經理? 你, 你轉工也轉得挺快的 上次你才說不知道是甚麼 溫泉的行政總裁 你上次就說自己是Stella Choi 榮秀峰小姐 不過過去的事別說了 這次快要談生意, 知道嗎? 你真是郭威人嗎? 郭威老闆姓甚麼, 你知道嗎? 姓華 原來是皇馬垮 說得也別這麼說 現在市道這麼好 郭威是做生意的 沒理由有錢也不賺 只收租就很笨 你為何要找我? 因為你夠老, 因為你發展害 你想收多些佣 自然會幫我買高價的 麻煩你在這裡簽個名字 不好意思 這樣嗎? 好, 先維持住 對不起 剛才有個客人比你十萬高 所以把支票不開錢 那又怎麼樣?你反了我嗎? 那又別這麼說, 再相言相 價高借得很合理 不過這樣吧 又怎麼樣? 我又沒甚麼嗜好 我又沒叫你找甚麼墨水筆 這樣吧 兩天之內 你能說服到客人出這個價錢 豈不是優先給你了 做不到嗎? 打定輸數吧, 來 殺你, 等我 太好了 環西邦 你挺懂得享受大自然的 好嗎? 簽得約了, 張票拿來了 張票你退回給客人吧 我收了另一個訂購了 你沒口齒的 枉你做壞生意人, 一點誠信都沒有 由始至終你根本在這裡玩我 人家出賣四百三十萬 高於原本價五十萬 我不知道你幾乎能行 當然是先賣掉它 你收到票再說吧 說不定人家是犯你的 我不怪你亂說話 明白你的心情 我找到客人肯出四百五十萬 睡著了 你倆幹什麼? 跑來找你那件事咬柴 還能走就能走 你別生氣了 我怎麼知道你客人出得這麼高價 你根本全身玩我 就算找到幾好客人也沒用 我這次不是玩的 我真的收到人家扔了 那你就是認知之前一直在玩我 對不起 你也玩過我 他們是賠相賠的 沒理由要我盜竊買給你客人 北美的朋友快點追蹤 北美TVB USA官方頻道吧 TVB精彩節目片段每日更新 隨時隨地追貼節目和藝人消息 在這裡 你很久以前 我去哪兒 我去哪兒 你這麼久以前 你這麼久以前